在五代机满天飞的时代,还有人关注F-15英式战机吗? 波音的X-32败给F-35之后,F-15又再次败给F-35。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F-15英式战机里唯一的隐身型号,F-15SE陈墨英。 当初是如何与F-35争锋,参遭败北的,以至于至今也只有一架,以及波音公司最近一次改良,都为F-15带了哪些变化? 美国空军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机组合,其中包括F-22猛禽和F-35闪电2隐身战斗机,以及数量众多的F-16战损和F-15英式战机。 其中的F-22和F-35隐身战斗机就是目前美军装备的两款五代机,好巧不巧,它们全都是由洛马公司操刀生产的。 而F-22猛禽战机更是开创了隐身战机的新标杆,引领了当初全球隐身战机的浪潮。 F-22猛禽战机诞生于冷战时期,研制的初衷便是拉开美苏赛战斗机上的差距,要一举超越苏联空军的米格29和苏27等非隐身战机。 虽然F-22猛禽战机的性能强大,且达到了美军隐身战机4S标准,具有稳定机动性、超音速巡航等优势,但该战机1.5亿美元的单机价格,这让美空军苦不堪言。 而美空军为了保持在隐身战机上的压倒性优势,彻底拉开与苏联空军的距离,摇摇牙一狠心,最初便计划打造700多架F-22战机。 但世事无常,苏联突然解体了,苏联末期打造的米格1.44和苏47隐身战机直接宣告了破产。 F-22猛禽战机一下没了对手,这也促使了美军在隐身战机装备规模上发了愁,毕竟实在太贵了,最终F-22战机装备规模一销再销。 到了第187架F-22A建造结束后,美军就将F-22生产线逐渐剔除,决定不再生产此款隐身战机。 F-22猛禽是不生产了,可美军的装备空缺还在那放着, 于是美军又选择了击败X-32的F-35战机来填补空缺。 但随着一些大国在隐身战机上的逐渐发力,已经研发出了跟F-22猛禽战机同类型的隐身空游机,像俄罗斯的苏-57隐身战机。 而此时的F-35尽管具有非常优秀的航电系统,但是在许多方面,还是无法同F-22战机相比计较。 再加上F-35在测试阶段出现了很多问题,研制成本一生再生,外界普遍都不看好F-35的发展前景。 这时波音公司觉得机会来了,不能总让落马公司吃肉喝汤啊。 于是便研制了一款F-15的隐身升级版本,打算从F-35的潜在用户那里抢一些订单。 这边有了F-15SE沉默英战机,既然是对抗F-35战机,那为什么只有一架呢? 2009年3月,隐身修行后的沉默英原型机受此亮相,而它的飞行验证机F-15E1是在2010年7月完成的首飞。 并在同年11月,波音公司与韩国航空工业公司签署一份关于开发F-15SE的宝型武器舱的谅解备忘录后, 成功用F-15E1左侧的CWB成功发射了EAM120空空导弹。 到了2012年6月,波音公司的就会来了,先是F-15SE安装了CWB的缩笔模型,并通过了风洞试验。 紧接着,F-15SE陈默英便参加了韩国国防采办署为空军采购60架新战斗机的FX-3项目竞标。 同台与F-35和台风战机争夺73亿美元的订单。 本来,波音公司觉得F-35这么不被看好,陈默英怎么着也有5个潜在客户和190架的潜在市场份额吧? 但结果来得很突然,韩国认为该机比起F-35的隐身性差得太多,最终惨遭落选。 甚至沙特选择F-15SA都没有选择F-15SE陈默英,可能是沙特都觉得陈默英1亿美元以下的研发成本太高了吧。 至此,波音再次败给了落马,所以到现在F-15SE陈默英也只有一架。 至于F-5SE陈默英的性能,可以简单概括为老战机玩出新花样。 F-15英式战机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美空军最重要的战机之一,依靠出色的机动性和速度, 再加上不断升级的先进武器系统和航电设备,可穿透对手防空系统进行目标打击,在海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现。 而现在再加上美空军先进的作战体系,F-15英式战机可执行超视距打击,胜过任何防空薄弱和战机存在差距的国家。 在波音公司研制F-15SE之前,所有版本的F-15战机都不具备隐身性能,而F-15SE隐身版本是在F-15E基础上改造而来的。 因此,陈默英有着一样的基础数据,比如长19.44米,翼展13.03米,高5.68米是没跑了。 F-5SE陈默英与F-15E相比改动还是挺大的,最大的特点便是隐身性能。 比如F-15E原先垂直于机身的双垂尾,换成了与F-22FA-18战斗机类似的向外倾斜的V型双垂尾,以降低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。 同时,F-5SE陈默英还在F-15E的基础上,在进气到两侧的宝型油箱的位置,安装了CWB,每一次都可以容纳两枚AIM-120中距空空导弹,AIM-9近距空空导弹。 或是对地武器GD-EM炸弹。陈默英一侧的弹舱门有两个,一个在翼展下一个机腹,上方的空空导弹在弹舱门开启时,可以进行滑轨发射。 而且,由于F-15SE陈默英没有外部挂带,因此它的隐身性相比于大多数三代机都要强。 双垂尾改成外倾15度,除了提高隐身性能外,还提升了战机的升力,减轻了机身前部400-500磅的压载物重量。 另外,为了达到好的隐身效果,F-15SE陈默英还采用了新雷达吸波涂层,涂抹在飞机机翼前缘。 同时,为了降低战机机头的RCS,在保持原有F-15E优秀的气动布局情况下,还采取了更加符合美军隐身战机的现代化设计要求。 可见,波液公司在F-15隐身方面做出的努力。F-15SE陈默英的CWB还具备部分CFT的功能,它的航程比没有CFT的F-15英式战机增加了75-100海里。 不需要隐身时,F-15SE陈默英还可以在两小时内拆除CWB,换装成CFT。 这样的灵活性设计是任何一款四代战斗机都无法提供的。 理论上,之前购买过F-15E的国家,可以通过安装CWB来获得一定的隐身性。 因为波液公司在设计F-15SE陈默英时,对它隐身优化的方向是空战,因此在对地攻击时,对地面雷达的隐身效果就不太好。 在动力方面,F-15SE陈默英可以安装两台普惠公司生产的F-100PW229EEP厚燃式涡轮扇发动机,每台的推力有126000牛顿。 或是两台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F-100GE132厚燃式涡轮扇发动机,每台推力有142000牛顿。 另外,在电子作战方面,F-15SE陈默英还配备有国际视觉系统公司研制的下一代联合头盔显示系统。 两个座舱都有ELBIT系统公司的11×19英寸大面积显示系统,数字电船飞行控制系统, 以及Link-16战斗机数据链和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。 它的活控雷达是APG-633有缘相控阵雷达,略微向前倾斜。 如果需要强力的对地攻击能力,F-15SE陈默英还可以以外挂先进瞄准吊舱, 能为其提供目标识别和自主跟踪的能力。 它需要全天候作战能力和夜间攻击能力, 它还可以选择安装导航吊舱来进行配合。 总之就是需要什么安装什么吊舱。 最后,F-15SE陈默英使用的是BAE系统公司的数字电子战系统, 包括数字雷达告警接收器、数字干扰发射机、 综合对抗分配器和干扰消除系统。 这款系统是美军F-22战机和F-35战机装备同类型系统的简化版本, 因此波音称其能在干扰对方雷达时, 陈默英本身的雷达和RW-R依然能继续工作。 但论起实际作战能力, F-15SE陈默英的作战性能和实力是很难跟F-22猛奇战机相抗衡的, 而且它出现的时间有问题, 要是放在F-22出现以前,或许会大放光彩。 现在美军正在采用F-35战机逐步替换掉F-15战机, 现在往枪口上撞也撞不出个所以然了。 而且F-22战机和F-35战机都是五代隐身战机, 虽然存在高低版本区别, 但它们的隐身能力和航电设备能力都超过F-15SE陈默英战机。 所以他别说想替换F-35战机, 就连他自己的初始机F-15估计都无法做到, 很难在美空军中立足。 这跟韩国打造的KF-X隐身战机一样, 都是披着隐身战机外衣的唯五代战斗机。 不同的是,韩国的KF-X隐形战机具备隐身战机的气动布局和特征, 依然采取武器半埋式外挂武器。 而F-15SE陈默英则是通过宝型邮箱的内置弹舱, 采用四代战机的气动布局, 只是迎合五代机口号对抗俄罗斯和欧洲战机的产物而已。 当然,也可能是F-15战机想在谢幕之前再捞一笔。 总的来说,F-15SE的综合性能还是不错的, 到达了四代半战机的顶级水平, 刚出来时确实吸引了很多关注, 甚至有很多国家表示要引进, 但事实胜于雄变, 很快便没了声响。 F-15SE陈默英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定位不清楚, 本来F-15E就不便宜, 波音又在其基础上费了那么大劲, 研制出了一个单机就有1亿美元的F-15SE, 一些买不起的国家依旧买不起, 买得起的国家谁会放着F-35等五代机不买, 而去买F-15SE陈默英这款唯五代机呢? 而与F-15SE陈默英关系最紧密的战机, 是F-152040C和F-15EX, 前者2040C升级套件的概念便延伸自陈默英, 机体外形同样加入了部分低可探测性设计, 但更倚重于空中作战能力和杀伤力的提升。 F-152040C意思就是能用到 2040年不落后, 这是一个相比维五代机陈默英更为朴素务实的改型计划, 强调提升攻击能力, 同时他也是F-15家族中首次采用数字式电传杆操纵系统, 替换了过去的机械电子混合式的操纵系统, 所以F-152040C在放宽镜稳定后终于解锁了F-15原型机两翼外侧一号和九号硬挂点, 是挂载点总数从9个增加到了11个, 载弹量增加到了13.4吨, 如果装备新式的四连装副式挂架, 那么F-152040C在制空作战时就能携带16枚AIM-120, 4枚AIM-9X以及2枚哈姆反辐射导弹, 在对地攻击时还可以携带24枚SDB小直径炸弹, 一枚JD-EM或是两枚哈姆是现役战斗机中挂载量最大的炸弹卡车, 而且当F-152040C推出之后, 迅速一扫之前的销售颓势, 拿下了很多份额的大担子, 比如之前说的2010年10月, 沙特采购了84架F-15SA, 并将生余的68架F-15S全部升级到了SA标准, 2017年卡塔尔订购了36架F-15QA, 2020年3月, 以色列又增够了25架全新的F-15IA, 原来的25架A型也将升级到IA标准, 波音一看形势这么好, 就向德国空军推敲90架F-15GA, 用来替换狂风战斗机, 但是德国一直在F-35和台风战机之间犹豫, 一直都没有搜口, 没想到全球最大的F-15用户美空军, 因执着于F-35战机, 对任何F-15的新改型不感兴趣, 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, 这也算是F-15另外开辟了一条求生之路吧, 只不过日益老旧的F-15战机, 目前也只能进行有限的雷达升级和机体演收, F-15C、D大部分都转给了空中国民警备队, 用于本土防空, 而F-15E估计可以服役到2025年之后, 但肯定不久了, 而且连F-22都停产了, 想要重新制造F-15已经不可能了, 碰着F-15EX就是波音公司对F-15战机, 最新一次也是第二次的改良, 波音第一次改良就是上面讲的将F-15进行逆踪改良, 叫做陈墨英,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, 研发不算成功, 而此次第二次改良, 波音公司把重点放到了航电系统和增强挂载能力上, 在机载航电系统上, F-15EX换装了ANAPG-82有源相控战雷达, 先进显示核心处理器2任务计算机, 以及配到的SUITE-9作战飞行软件系统, 使其具有更强的电子战能力, 并且F-15EX还配备有开放式任务系统架构, 能让操作人员可以快速的更新该机的软件, 获得最新的任务能力, 而其座舱也实现了数字化升级, 在电子对抗系统上, F-15战机以前装备的是ANALQ-135系统, 这套系统设计于1970年代, 放到现在已经很难满足欲加复杂的战场环境, 因此美军和BAE公司开发了新一代英式被动, 主动警告和生存系统EPAWSS, 这套系统不简单, 能集雷达与导弹预警, 以及电子对抗功能于一身, 显著提高载机的任务效能, 和在强对抗环境下的生存能力, 是目前F-15EX的标配之一, 另外,F-15EX还采用加装各类吊舱, 来提升信息感知能力, 像Lanton, 胡言导航, 瞄准吊舱, ANAQ-33, 狙击手, 先进瞄准吊舱等等, 需要什么安什么, 再也不担心因自身限制而无法执行任务, 在武器挂载方面, F-15EX能力比F-1520N40C差不多, 一样采用电船飞控系统, 替代了传统机械飞控系统, 解决了1号和9号挂点对飞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, 让其得以重新启用, 一样可以配装AMBER挂架, 扩展了战机的挂载能力, 另外由于高超音速武器普遍受到重视, 所以此次改良, F-15EX除了能携带常规武器外, 它还能作为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平台, 按照波音公司的说法, F-15EX可以运载比同类型战斗机都要多的武器, 能发射长22英尺, 重达7000磅的高超音速武器, 只不过从这些性能比较上看, 目前F-35单价还是比F-15EX便宜, 其隐身性能依旧优于F-15EX, 而且F-35还可以在执行无需隐身任务, 或是在敌人探测范围外发射导弹, 使得F-35在作战时有更大灵活性, 当然波音的改良还是有用的, 像最大航程, 最大声线, 以及挂载点数量都要比F-35强一点, 至于F-15EX的航电系统, 火力军觉得F-35应该都可以安装, 甚至有可能安装以后性能会更好, 好了, 关于陈墨英,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? F-15和F-35你更喜欢哪一款? 都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,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 小格林暗略,